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正长刘静 我们这一集release的时间是3月26日 对 已经3月底了 大家请多多加油啊 3 4 5 6 7 再来4个月哦 应该说是4个月不到 因为7月中高普考嘛 那 正长在这边想用过来人的 一些经验跟国考生分享啊 你虽然说高普考跟低特都没有考上 但是你只要好好把握这3 4个月 你高普考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 呃 站长希望大家就是抓住这些剩下的时间啊 3 4个月呢 那要怎么把握呢 那一样老话一句 就是希望大家多做考古题 多做考古题 多做考古题 好 那 嗯 老掉牙的话题 哈哈 一讲再讲 好啦 我们回归到这一集的正题啦 这一集的正题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一集60集了 哇 不容易60集 这一集的正题是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没有自律还谈什么上榜 没有自律还谈什么上榜 这个标题看起来好像还蛮严厉的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该严厉的时候就应该严厉 该用力要求自己的时候 请务必用力要求自己 这样才可以达到梦想 要不然梦想一切都只是空谈 你想当公务人员永远都只是纸上谈病 你就永远只能看着PTT 或是国考粉丝团 或是低卡公子版 看到那些人一个个的上车上岸毕业了 然后你还继续在考海里面浮沉 只因为你的自律还不够 好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啊 分享两个部分 我就是会跟大家讲啊 就是像写个生论题一样 那生论题 然后不是一刚开始 你就要写说 那个定义是什么吗 那那个定义的 定义的那个名词定义的包含啊 它的理论有哪些吗 那我一样 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叫自律 然后再来就是国考生 如何自律 对啊 How to自律 我把它分成好几个面向 来跟大家一一做说明 好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自律的部分啊 自律其实一言以蔽之啊 你如果说真的要用一句话 讲自律的话 那就是以责任感为基础的自我管理 以责任感为基础的自我管理 你如果真的还要跟我要懒人包的话 没问题 对啊 那懒人包 自律的懒人包 其实就是叫做自我要求 对啊 你要对自己 要有自我要求 你想要达到阶段性的目标 想要达成人生目标 想要财务自由 想要考上公职 想要娶到正妹 想要让家人过好日子 想要还清债务 那势必 你要做到自律 你要做到自我要求 好 那第二部分就是国考生啊 我们国内的国考生啊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考生啊 国考生也算是考生的一种啊 所以你不管是要考高中考大学 考研究所 或是考博士班 或是申请国外的学校啊 一样都是要做到自律啊 那自律的原则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啊 分别是你要设定合理的目标 还有你要定立停损点 好 那国考生如何自律呢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个叙述 首先就是生活自律的部分啊 生活自律就是你平常白天 你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 像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读书计划嘛 你首先你还是国考生小白 你想要考公职或是考技师 或是考相关的国家考试的话 像考会计师啊 什么专责的报官人员啊 或是什么 什么阿里阿渣的吧 应该还有很多 还是什么导游领队 对 只要是这种国家考试 不管是国家考试的征照考试啊 还是就业考试 像考公职啊 你一样都是刚开始你要订立一个 合理的读书计划 就是你一天之内 你一天 你要先盘点 你一天可以念多久的时间 然后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读书计划 然后这个读书计划呢 你就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嘛 那就是我们国考驿站啊 政长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满书念书 请做考古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破解独门暗器了 尤其是最后最后两个阶段了 就是请做考古题跟破解独门暗器 我简单跟大家讲啊 其实一张考卷下来啊 国家考卷一张考卷下来啊 你就可以把细那个略分成考古题 跟考古题的变化型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独门暗器 其实你只要把考古题跟独门暗器搞定的话 我保证你一定搞分上榜 而且你绝对要考榜首了 前提是你这两个东西 考古题跟独门暗器 你要做的滚瓜烂熟啊 你要比同类科的考生做的比他们多 做的比他们熟 主管机关有办你什么活动 拜托工厅会研讨会什么salon 或是学者 他们开了什么记者会 发布的那些新闻稿啊 文宣啊 你都要一一去看 或是政府出了什么官方的政策啊 政策排皮书啊计划啊 你都要去看 这个都是考题啊 好 再来呢 第二个部分 那个生活自律 第二个部分 想跟大家讲 就是考古题的计划啊 那就是清写考古题的部分啊 正常一再跟大家讲 写考古题就对了 当你国考准备到一半 然后很彷徨 不知道这条路 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我跟大家讲 继续走下去 但是 你现在什么 手边 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了 直接写考古题 直接到考选部的官网 那个历年历届的试题档案 请大家一一的download在自己的USB 然后看你要去台大 政大 还是台科大 周边 有很多 影音店 对啊 一张一块 你就A4 印一张 有些是一张一块 有些比较便宜的 好像还有0.5块 看你有没有特约啊 对啊 跟人家借个证 那个借个学生证之类的 对啊 看看可不可以 跟老板凹个特价 反正你就是去大学周边的影音店 我过去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不太信任网络上面的考题 因为我觉得 网络上面什么公擦网 那种历届试题 有很多是加工过的 加工过就是 不是那么纯真的考题 他有可能 有时候考题会有变动过 或者是 他的考古题 不是这么完整 有时候是缺 缺什么考试 缺什么考试 所以 你考古题要做得很完整的话 我还是请大家 要下苦工 到考选部的 那个历年试题的 那个地方 去一一的download 然后你自己的类科 做熟了 那如果说 国家的好事 还有其他类科的科目 跟你要考的科目 有相同 相仿的话 也请大家 务必 download下来 对啊 因为 很有可能 就是 会有 那种 同复性质的题目 你会看到 你会很惊讶 甚至是 如果你 如果你还有掌握到 出题老师 在哪所学校任教 那所学校的研究所 入学考题 你拿来看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有些研究所 入学考题 其实跟 国家考试 有些雷同 对啊 这是真的很巧的事情 我自己就遇过 好 那 最后一个部分 生活自律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不为之其武的心态 对啊 这就像是 大家现在 什么 买蛋挞 以前啊 这样好像透露我年龄 以前我学生时代 那时候很流行 那个蛋挞 到处都是蛋挞工厂 有没有 你就对买蛋挞 我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很夯 那个 Hello Kitty 我是翘课 我要请翘课的同学 帮我去代购 Hello Kitty 你千万不能这样 你若是看到网络上 那国考论坛啊 国考版啊 还是低卡啦 还是相关的国考社团啊 关台义 是不是国考部习班 开的社团啊 现在 跟你说什么很夯 警察考试很夯 哦 录取率很高啦 初等考 只考试科 全部选择题 容易准备啦 请大家去考 我跟你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 在会啦 你是一开始 你的科系就符合你的 你的考试资格 就符合这个考试 然后你的人生目标 只有考上这个考试 因为考上这个考试之后的工作 是你真的很喜欢的 你再去 要不然你真的不要 随之其物 就是你明明在准备这个考试 然后现在大家跟你说 啊 什么考试很夯 然后你就跟着去考 千万不要这样 除非那个投考组合是一样的 或者是 现在新兴的什么补习班啊 跟你说 啊 我们是一群什么 很热情的教师啊 组成的补习班 跟你以前不一样啊 我们不会缺你的钱啊 怎样怎样的啊 什么的 你拿来问我们 我还没免费帮你整题 免费帮你看 你的那个声论题写作有没有这款呢 嗯 可以去看看啊 只要免费去看看啊 但是 反正我是希望啦 大家不要为之其物啊 你要了解到 这个东西是你真的想要的 对于你的目标有帮助的 你再去 啊 如果是真的没有帮助的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对啊 嗯 我觉得啦 我知道现在在听我节目的人啊 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准备国家考试啊 真的是 感觉孤单寂寞了啊 就像我一样 我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跟大家提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老公其实已经两年没回到台湾了 我就跟他说 台湾的疫情管制啊 要隔离隔那么多天 你假不好请你就不要回来了 反正家人健康就好了啊 我也是时常感觉到 孤单寂寞了啊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但是 就是 更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要时常的去想自己 就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啦 对啊 不要什么 鬼坎口口惊啊 对啊 好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健康自律了 健康自律这是跟身性比较相关的啦 首先就是你运动要过一律嘛 每天培养 就是 应该说啊 你要培养固定的运动习惯了 像是不管是跑步啊 还是散步啊 游泳啊 爬山啊都很好啊 对吧 不过 做 剧烈运动前 先做好 暖身啊 因为 我觉得在30岁之后 你膝盖没有好好保养的话 其实真的很伤啊 你膝盖受伤的话 你之后要做一些 像跑步的话 其实就不太好了 或者是你在跑步之前 先减重 这是我的经验啊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希望啊 站长希望大家 在准备国家考试的路上 你的 信仰 要坚定 就是你 我希望大家都有宗教信仰 我完全不是 在为了某个利益团体 宗教团体在传教 没有 我其实 我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 最幸福的事情啊 就是因为 就是身处在 呃 一个我们宗教是很 信仰自由的地方 我们不像阿拉伯人啊 什么你一生出来 你就要信奉什么 什么伊斯兰教 没有 我们其实就是 信仰非常多元啊 也不会说 说啊你信这个宗教 那那个宗教 你就不能信 不行啊 像我啊 我有跟大家讲过啊 我的信仰就很多元啊 我睡前我会跟阿门祷告啊 我会跟耶稣祷告啊 可是我完全没有受洗过 但是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 祷告其实也蛮有用的 有时候真的是 会心想事成 然后还有 我平常白天没事的话 我有去拿乎拜拜啊 我去拜文昌君啊 或是什么行天宫啊 顺便买一下行天宫旁边的麻吉啊 那都还不错 或是什么土地宫啊 我最常拜的其实就是土地宫啦 对啊 对了 忘了跟大家说啊 其实 大家如果要拜拜的话 考生要拜拜的话 你有哪想拜拜的话 除了拜文昌公 其实你还可以拜一个 神明就是土地宫 因为土地宫他也是文官 对啊 他也会保佑你考上 而且土地宫公算是 土地宫公他算是跟你比较相近的啦 就是比较了解你这个地方的那个 那个人民啊 信仰的啊 对吧 我跟人家不一样啊 反倒是大庙我比较不喜欢去啊 大庙就像大的组织 大的部会一样啊 他可能里面的主神啊 事情超级多 因为信众多 事情多 所以可能神 他那个案子 你要跟他什么排成情干嘛的 排很久 他根本没办法瞄你 对啊 有时候我 我其实比较喜欢小庙 就那种路边的土地宫庙 有时候他还真的蛮灵的 对啊 好啦 不管啊 不管怎样啊 只要不会害人的宗教 都是不错的宗教 希望大家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社会上啊 比较一些成功的人士 像事业成功的啊 比较突出的 就是事业成功又突出的 就是 我们社会上那些KOL啊 或是什么创业家 企业家 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有很坚定的信仰啊 像是基督教 佛教道教 对吧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这样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自律啊 你要准备国家考试的话 务必自律 但是自律 你的原则就是要合理的目标 然后并且定定你听随省点 合理的目标 就是你可以 可能你能力可以做到了啊 对吧 因为自律过头 你可能会自律神经失调 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那个 就是做 自己做得到的自律 好 来看 第二部分的QA 我们这礼拜的QA 好 第一位 Nancy Lee NANCYLI 56780 谢谢你开了国考 一战二 跟正式会来报喜 怕你压力太大 就像站长说的 有听就会上 祝福一切顺心如意 南希 南希 Nancy 这个名字不错 听起来是很有智慧的 现代新女性 那个 Nancy 你说我开了国考一战 应该是你在Apple上面 插我两个节目 我上一集应该有跟她讲 那其实是一个bug 可是个人没插 其实都是我 对啊 那 谢谢你帮我留言 洗一个Apple Podcast的留言 反正你如果有在准备国家考试的话 我不管你是在准备的过程 或者是你考上之后当公务人员 我希望你就是心态可以相信来这么正向 也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上榜跟我报个喜 报个平安 对啊 报喜啊 我还蛮喜欢我的听众就是考上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才会觉得说 嗯 我做这个节目好像真的有帮助到人 然后才可以让我觉得有动力的持续做下去啊 好 下一位 嗯 369 请问神论题的答案值答案可以索取吗 真的你好 我是369 今天有在Podcast上面听到你读我的留言 谢谢你对我们这些考生持续鼓励 答案却再麻烦你回复 谢谢 好 369 那个感谢你也有在那个Apple Podcast上面给我留言啊 就是对让我赚一些点数 哈哈 啊 那个我已经寄给你了 啊 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利用啦 嗯 好 下面一位 阿佑 柳静您好 今年资讯处理的变动 除了您说的一颗病到另外一颗外 另一颗也改名字 建议那位问的同学去看考选部的大纲 有写的很清楚哦 我去年没考上 今年也努力中 目前有在政府单位打工 我呆的单位也是我要考的资讯类科 所以有几个同事可以让我问他们的准备方法 好 阿佑很棒啊 嗯 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看你还蛮常来信的 好 阿佑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资讯处理的那个缺额啊 在国家考试里面算多的 以理工类科 而言的话算很多 所以他的那个 怎么讲 那个叫换桌率吗 服务业是讲换桌率啦 就是 洗得比较快啦 因为上车的人多嘛 上岸的人多 因为资讯可以考的东西太多了啦 以理工类来说 高普考 地特 还有什么 二级 你如果有研究所考试的话 你也考二级 阿你年轻的话 35以下 还是30以下 我忘记了 可以考调查局 国安局 对啊 再加上现在好像 行政员要准备 筹立那个什么数位部喔 对啊 在那边讲说什么 要请唐峰来做部长的 这我不确定啦 对吧 只是大家觉得 他很有可能做部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政府越来越重视 资讯这一块 虽然资讯进去 大部分的业务啦 有九成的业务 都是在办资讯采购啦 跟你们现在准备的考课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就是不要想说 考资讯就是进去里面 跟科技业一样 写code啊 设计程式嘛 没有啊 其实你们大部分 在碰的 平常的日常 其实都是采购案 劳务采购 对啊 因为每个公家机关 都有那个资讯系统啊 从最简单 大家都会碰到 官文系统啊 薪资系统啊 人质那些什么系统的啊 那其实都是资讯单位 在采购啦 好 反正 阿佑 我想跟你说的话 我觉得你很棒啊 你现在已经做对一件事情了 其实 准备国家考试啊 你就去问那些 已经上榜的前人 是没错的 嗯 其实 你问那些 已经上榜的 已经上岸的人 呃 优势有两个方面啊 一个就是 他们可以给你 准备考试的心法 他们可以教你 甚至是出题老师 是谁 疑似是谁 独门暗器有哪些 他们如果愿意 请郎 相受的话 对 你是可以问出一些东西的 然后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你现在也待在公家机关了 也算是广义的公务人员呢 我不知道你是做约聘还是约雇 但是不管是约聘还是约雇 都是广义的公务人员 所以 呃 你待在公家机关 你对公家机关的 呃 一些基础业 业务啊 体制运作啊 上下层级的关系啊 你已经有初步的了解 所以 未来你在考上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彷徨 不知道要选哪些单位了 也可以避免踩雷啊 对啊 虽然啊 我只要这样讲 大家好像 听得会比较沮丧一点 虽然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开放考试的缺 有七成到八成 都是赛缺啊 都是里面的公务人员挑剩下的 但是没关系啊 对啊 反正新人考进去 就是多做 多看啊 啊 你真的不喜欢的 再想办法看 要不要上吊 或怎样 反正人生的路 不是只有一条 好 那阿佑 我还有另外 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 我希望你要 最好去问那些 已经上榜的人 然后前提是 这些人呢 最好有落榜过 因为 他们就是 已经上榜了嘛 那就是可以 有东西 让你问 但是同时 他们有落榜过 他们会提供你一些 落榜之后 应该要做些什么 要怎么检讨 反省自己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念书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那这些人 其实都可以提供你 一些心法跟方法的啊 对啊 所以 阿佑 我觉得 你多多加油啦 差不多 因为我不晓得 你是全职 还兼职准备啦 你如果今年 努力一点话 其实在年底 以前就可以听到你的好消息了 好 加油啊 有问题的话 再欢迎写信过来 好 下面一位 站长你好 我是小新 即将毕业 念的 目前念的是 电子工程研究所 请问你建议我 直接从高考二级考吗 谢谢 好 小新 信奖 我叫你信奖 好了 耶 耶 我小孩最爱看的 新疆 那个蜡笔小新 我小时候也很爱看啊 我没想到现在我的下一代 也很爱看 我承认我是个虎妈啦 但是 对我看电视 这个东西啊 我不会去限制说 小孩子 什么 年纪还小 就不能看蜡笔小新 耶 哦 怕耶 什么的 那 瞪扣 蓝尾 大象 我不会耶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种东西 就是生活的一种幽默啦 对啊 有时候你限制他太多 反到他长大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就是 好像 为什么爸妈以前都不给他看这个 他觉得明明就没什么 还有 还有我想 想跟大家讲 就是 童年的回忆里面啊 那个蜡笔小新啊 我记得小时候啊 都会去买他的那个 漫画 那个漫画来看啊 然后 小时候都会有一些 比较十八镜的画面啊 像是那个美啊 跟广志啊 要黑秀的时候 可是现在好像 误唤心你了 好像过了二三十年后 现在这种 比较十八镜的东西 没有再出现了 可能是有受到一些 舆论的压力吧 他画风 那个内容有改变 好 我怎么会提到这个 好 现讲 我想跟你讲 你就是 念的是电子工程研究所嘛 很棒啊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理工人嘛 理工脑 你 你问我是不是从 高考二级 高考二级就是研究所毕业嘛 而且要相关科系 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去设限啊 嗯 站着老师这边建议你就是投考 组合相同的 你都去考 不要设限说我只能考高考二级 像是电子工程啊 你高普考啊 或是初等考啊 甚至是 如果啊 国营企业有相关 开设相关科系的类科考试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啊 考上就是你的了 对啊 当然是赶快考上 不管是哪一种啊 不管是国营企业 还是公职考试啊 都去考啊 所以不要去设限说 只能考高考二级啊 对啊 好 我觉得这问题啊 蛮简单的 都去考 然后不要只准备高考二级 高考二级一年只考一次 而且它的考课 跟高普考不太一样 反正你都去准备啊 哦 啊有问题再换你写信过来 好 我先喝个水 要准备放春假了 就是春假一般来说 像我公公啊 我先生我公公 我婆家啦 是客家人啊 他们扫墓的话 其实在那个过年后 大概元宵节之后啊 都会 都会那个去扫墓啊 我公公的老家在苗栗啊 他们会回苗栗扫墓 然后我是闽南人啊 所以我都是那个 清明节回家扫墓啊 对啊 虽然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但是我每次回南投 我都是会回去看一下我爸 对啊 去跟我爸拜拜一下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这集release的时间 是三月底了嘛 嗯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 清明节如果有空的话 也去记住一下啦 对啊 那你就不要管 亲戚怎么击巴怎么讲啊 对啊 你就是你 他们没有权利 为你的人生 呃干涉你的人生啊 对啊 啊有时候 屁话听听就算了 屁话 我只要这样讲 很像干话 但是 嗯 屁话其实不会影响你啊 你听了也不会痛啊 也许心会痛吧 但是你不在乎的话 他们真的对你没辙啊 而且他们也不是拿着刀 什么拿着棍子 打你 要捅你之类的 也没有威胁你啊 只是讲一些比较酸人 讽刺人的话 啊 而且我是希望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你们 国考生啊 现在还没上榜的国考生 你们现在的 呃怎么讲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未来的一颗星星 在公家界的一颗星星 只是你们时间还没到而已 对啊 我觉得考国家考试真的不难 难的是你进去之后 跟长官的为人相处 跟同事的为人相处 那个才是难啊 好 怎么讲到这个 哎 我要讲murman 好啦 第三部分murman 好 讲一个比较 这一集感觉都好严肃啊 第三部分murman 第一个部分 就是跟大家讲摩斯的红茶了 对吧 只要是台湾 升完台湾的女性啊 那有一半以上的人 应该都很喜欢喝摩斯吧 像我家巷口就 就有个摩斯了 然后我还蛮常是摩斯的顾客 我很喜欢喝摩斯的红茶 所以摩斯那个 摩斯的红茶也是他们的招牌 所以摩斯前阵子啊 不是有人写说 写那个slogan 写说他是被蛋 被汉堡 被burger 耽误的红茶店 我觉得这句话 写的一点不为过啊 对啊 然后我想现在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隐藏般的东西 因为我很常喝 以前大学再怎么穷 我只要领到打工的薪水 我就是会去摩斯买一杯红茶 对啊 然后就是有点小小的虚荣性 坐在店面 慢慢喝 看着行人 后来才发现摩斯的红茶 你可以跟店员要求加一片莱姆片 莱姆片就是长得很像柠檬 莱姆就是长得很像柠檬 可是它是黄色的 黄柠檬 黄柠檬就叫莱姆 那个口感比的柠檬还要甜一点点 比较没那么酸 所以你是可以免费叫他加莱姆片进去的 对啊 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那个 因为以前在Friday有学过一点跳酒啊 那时候那个bartender就跟我讲说 那个分辨的方式就是 绿柠檬黄莱姆 绿色的是柠檬 黄色的是莱姆 对啊 那加莱姆片的那个口感会比较好啦 对啊 然后我有一次喝的时候啊 我就舍不得喝 我是那种吃鸡腿便当 我会把鸡腿放到最后的 我先吃青菜跟饭 我把鸡腿放到最后 我是这种人啦 对啊 所以那个莱姆片啊 就是你红茶加了莱姆 喝下去虽然可口嘛 就像初恋的滋味 酸酸甜甜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 你加了莱姆片是加不用钱的嘛 但是要立刻喝完 因为莱姆片它那个是带皮放下去的啊 你大概放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啊 那个皮啊 它那个皮的分子啊 会分散到那个茶里面啊 然后喝起来就有苦味了 就不是那么好喝了 所以你要加莱姆的话 要马上喝完 好 这是一个生活趣事 跟大家分享啊 你去红茶店摩斯买红茶的话啊 加那个莱姆片是不用钱的 而且加了莱姆比较好喝 然后记得去冰 我觉得去冰比较好喝啦 嗯 好 那那个第二部分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了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孔子真面目》 然后副标题是 2500年来的谎言 作者叫做黄文聪啊 那这本书是时报出版的 我觉得写得很棒 对吧 它如果是在以前的老国民党时代啊 那种戒严时代啊 这应该是禁书啊 我承认啊 我从小到大 我其实都是喜欢看这种奇怪怪的书啊 对吧 嗯 就是非主流类的 像是那种什么 自负心态啊 原子习惯 我反而不怎么看 我是喜欢看这些奇迹怪怪的 就是观点跟大家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 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些读后感啊 时间有限 我也是简单跟大家讲啊 如果大家对于孔子有进一步 或是你是文学研究所 你念国文系的话 你对孔子的认识比我多的话 也欢迎跟我就是写信跟我 或是Apple Podcast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才输学前了 而且我不是国文系的 我国文其实很烂啊 论语孔子这些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对啊 所以可是自己在身为公务员 我当过公务员待过官僚体系之后啊 我其实对于儒家讲的东西 再加上研究所所念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感受非常深刻啊 而且我第一次哦 大家知道吗 我第一次听到孔子的坏话 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已经三十几岁 三十一岁了 那时候是 戏上有一个在中研院任职的 那个老师 好像叫吴崇离老师吧 对啊 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教课风格 非常幽默有趣啊 嗯 那个吴崇离老师他就说 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求官 哈哈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这老师讲的真直接 哦 好喜欢这老师 真的真的 嗯 只要是讲这种一针见血 讲人家坏话了 我一定很喜欢 啊 然后后来就看好看到 最近看到这本书啊 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简单讲 他其实里面就是讲孔子的为人 还有孔子 他的初 他的爸妈 孔子的爸爸叫孔和 孔子的妈妈叫炎真仔 然后孔子的出生是他爸妈耶和 呃 耶和生下来的孔子 耶和就是耶百和的那个 耶百和 然后把摆去掉耶和 耶和这两个字其实 不是那么好听啊 对啊 所以有两派说法 比较拥护孔子的说 啊 耶和是非婚生子啊 是私生子啊 但是有另外一派说法 就说的比较直接 就说耶和就是轰趴啦 那古时候人 大家不要觉得古时候人是什么 什么很保守啊 什么封建制度啊 讲求礼教 没有啊 古代人也有轰趴 对啊 就是说那个是轰趴 之后生下孔子的 但是他在生孔子的时候啊 那个什么 孔和啊 孔子的爸爸那时候已经六十岁了 六十几了 然后孔子的老妈 好像十七十八岁啊 这个嫩妹啊 对啊 不管怎样啦 反正他们就是 一定是有 有那个黑秀过嘛 有内设过 讲这要不然 那种性别 那种道德卫教人士 会这样 好 好 不管啦 反正就是内设过了 然后生下了孔子啊 我不管怎样啦 这已经结果论了啊 你就真的生下了这个小孩 但是我觉得啦 念完这本书 我觉得孔子的妈妈 燕正在 是我们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母亲 只是史书 没有对于这个女性 这位女性 多加的去 多做描述啦 因为 史上最那个吧 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妈妈 应该是什么 孟母三千啊 但是你真的要以子女的结果论 来说的话 我觉得 燕正在的母 那个燕正在这个妈妈 她其实 更厉害 因为 燕正在生孔子的时候啊 其实 孔子三岁的时候 那个孔和就死了嘛 因为她已经很老了啊 然后但是孔和的那个 那个大老婆啊 其实 有点就是虐待她们母女啊 她们母女其实过得很不好 虽然是什么 没落的贵族 但是其实过非常困苦的生活 我觉得她妈妈是 一边就是 一边就是 也算是男情妈妈 就是很穷的状态下 还把孔子喇叭长大 然后让孔子 多多少少去念一点书 并且 呃 就是什么 什么 教书之类的 对啊 就是收了 七十二门徒 我觉得这是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 我现在 我讲的是正面的 我很喜欢 严真在这个女性 我觉得她是 很伟大的妈妈 胜过于孟母 嗯 我是以结果论啊 看她们如果说 一个妈妈 养出了小孩子的成就的话 因为 孔子在化人史上的成就 好像是胜过于孟子 好 那 第二个部分 就是想跟大家讲 孔子的为人啊 对啊 这本书他就说 孔子 你真的吓到我了 对啊 他就讲说 29岁的孔子啊 赞成采用 阉割生殖器 就是把你的 鸡鸡割掉啊 或是剁鼻子啊 把你的银子挂掉啊 或是剁脚啦 对啊 把你的脚 砍掉啊 去对付 侵慢统治者的人民 就是去对付 现在的在野党啦 对啊 孔子其实都站在 帝王的角度 他是为了巩固帝制 他这样才有 官位做 对啊 然后38岁的孔子 要禁止人民 去了解法律的内容 因为人民 人民了解的越少 越不会去 什么造反啊 对上面的人造反啊 然后53岁的孔子 他做了鲁国的私扣之后啊 因为嫉妒型去杀死 那个 深受学生 人民爱戴的邵正卿 因为邵正卿能言善变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孔子跟邵正卿这个故事 我现在简单讲啊 就是孔子啊 他在当官之前 当那个鲁国私扣之前啊 他就是 简单讲 你用现在人的角度 他其实就是开补习班了 然后收了72个门生嘛 72个学生 那后来出现了一个劲敌 孔子补习班出现了一个劲敌 那个劲敌 那个老师就叫 邵正卿 名师 哦 哇 好嘞 能教 又能言善道 还会讲笑话 所以把那个孔子的72个学生啊 就是 就是 全部都跑掉 跑去上那个邵正卿老师的课了 好像只剩下言回吧 言回的 比较听话 对啊 比较死忠 比较忠诚 没有跑 然后孔子就 因此怀恨在心 很嫉妒 其实文人都是相亲的啊 就算是现在国考界的命题委员 也是一样啊 你只要写跟命题委员不一样的学派 学法的学说 我跟你讲 你分数不会高啊 好 我话题回到孔子啊 反正文人是相亲的 文人的心肠 是狭窄的 他容不下 眼里容不下任何伊丽莎 他因此嫉妒在心 所以孔子在 好不容易在50岁之后 当官了嘛 当大司寇 大司寇就有点像是 现在的法务部长啊 对啊 他上台第一件事情啊 好像上任第五天吧 就命令底下的人 台了一具尸体 然后把那个尸体 曝塞在市场 人多 人最多的市场 曝塞三天 三夜 大家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是邵正清 对 也就是说孔子当官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杀掉 邵正清 也就是当年他的那个补习班 禁敌啊 所以我觉得读了这本书 真的让我觉得 那个我的脑袋冲击 真的很大 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啊 什么读圣贤书啊 说孔子 空注习信淫 然后学校都有立孔项啊 一直到现在啊 928教师节 什么台北的民政局 还有忌孔 波玉算 在那边忌孔 叫孔子的后代 在那边忌孔 我觉得 不用啦 孔子根本就大坏蛋 我跟大家讲 孔子研发儒家这个东西啊 一言以蔽之 他就是为了巩固地制 然后维护 君臣关系的一种 学说 一种包装而已 他就是叫你做脑材啊 所以他 他那个论语里面不是有讲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吗 说什么 你是什么样接位的人 你就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不可以 越举上级之类的 也就是说 长官叫你吃菜啊 你也要接啊 平下地 吃下去 长官叫你做一个 人做三个人的婚啊 你不能多言 你就是做 平下地去做 长官叫你要爆肝 做到10点 11点 不是啊 在那半媚啊 叫你不准报家班 你同样不准报家班 这就叫做儒家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要修的啊 如果儒家这么好的话 那老外 欧美 为什么不奉行这个体制 而且我觉得更 更让人 更让我觉得 就是脑袋产生冲击的是 我们现在台湾一直在讲民主 可是儒家的思想跟民主 是互相矛盾的 儒家 是反对人权的存在的 他是拥护地制 拥护封建体制的 好 反正我觉得 这蛮值得大家去思考 那本书真的不错 叫做 孔子真面目啊 我觉得啦 我不知道现在国中高中 大学是怎样 国文到底是怎样 但是在我们以前国中高中那个年代 论语啊 孟子啊 儒家 是必读的 我觉得 儒家这个东西应该把它列为 选修啊 因为毕竟他是古人圣贤书嘛 还是要尊重他 就是你想念的学生 你再去选修就好 但是不要把它列为必考必修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太恶心了 但是我想跟国考生讲的就是 如果你要考公募人圆 你要当官 请务必把论语 儒家之道念熟 你把论语儒家之道念熟念透彻之后 那个是你升官发财的秘籍啊 对啊 反正我觉得儒家一言一蔽之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啊 就是说谎啊 你为了利益说谎啊 然后儒家就是官僚的一种象征啊 就像是 我讲个例子好了 大家有没有常常在看新闻 虽然说我觉得台湾新闻都很垃圾啊 其实都是为了愚民啊 就是像那个儒家一样啊 孔子反对人民去了解刑罚的那个内容嘛 一样啊 所有台湾都在播弄垃圾新闻啊 什么小猫小狗生了一堆很可爱的小猫小狗 这样也是一篇新闻 或是什么巷口蚝蜜蜜 什么大碗又美味又熟 这也是一则新闻 啼笑皆非 我待过日本啊 日本他们的新闻 NHK的新闻 其实不太会报这种 芝麻算品的小事啊 只有台湾在报啊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 报道的一切的那个目的 都是为了愚民啊 让人民更愚笨 没有思考的空间啊 好啦 反正就是讲到新闻啊 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啊 他们时常说 啊 我愿意承担 我只要每次听到承担这两个字 我就 鬼蓝啪会啊 虽然我没蓝啪 但是我只能用鬼蓝啪会来 形容我的火大 我想干 亏我之前还那么挺你 我还投票来投你 你现在跟我讲承担两个字 我只要听到承担这两个字 就是干话了 政客 政治人物就会讲干话 什么都不会 只会出一张嘴 讲干话 我愿意承担啊 我完成阶段性任务啊 我要辞职啊 干嘛的 尤其是承担两个字啊 对啊 儒家讲的就是 好像把天下大任为己任 一肩 担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扛着 讲得好像自己很厉害 愿意为了国家这样赴汤道火 不要这么伪善好不好 我们现在台湾在缺工 营造业在缺工 营造业在缺工 工产的三K产业 辛苦肮脏的那种工作 在缺工 长照也在缺工 你若是愿意承担 我拜托你这些政客 你去承担这些工作好不好 不要让台湾和你缺工 不要只出一张嘴 好 那第三部分就是跟大家讲 那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啊 蛮大的就是 就是那个说什么 公教人员啊 的那个心智退服啊 就是说 他的大意就是说 明年啊 112年7月之后 新进公教人员改 确定提拨制设个人专户啦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再简单讲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啦 嗯 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退服制度啊 其实它有分三阶段 也就是说 你在84年7月1号以前 我简单讲 就是84年以前 进去的公务人员啊 你的退休金来源 他们是政府有编预算的 所以他们不需要另行缴费 也就是你们现在单位里面 老屁股啊 他只要在84年以前 进去公家机关的 保公保的 他们薪水 不用小推服 你有没有感觉 松歪歪 然后 终身带的啊 也就是说 84年到111年 进去的公务人员 也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公务人员 年轻的公务人员啊 他们是那个 8% 就是什么 本凤乘以2 乘以8% 乘以35% 就是说 那个什么公务人员 35% 自己的 自己付 65% 政府负担 好 我简单跟他讲 其实就是8% 对 现在公务人员是8% 那 112年 明年7月以后 是 强制提拨15%了 对啊 那 从8%到15% 这个 我不知道他 他说了新智 那个112年 15% 他是用本凤乘以2 还是用一个月的薪水来算 我看这个新闻 他是没有写到那么细啊 但是 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讲的话 按照现有的字面意思来讲 等于是112年之后 出任的公务人员 要缴的 年金 退幅年金 更多了 从8% 原有的8% 你要缴到15% 怕死人啊 好啦 我讲个例子好了 对啊 而且他有说 你个人还有意愿的话 你会多缴5% 我拜托 现金为王啊 现金拿在手上 才是赢家啊 你没事情 让我钱 你在做什么啊 基金操作 不知道 把你操作到哪里去 好 我讲个例子好了啊 就是我讲的 现有的体制 你一样都是 考高考三级进去的话 你一个月缴的退幅 呃 退幅金 大概一个月 就是缴2500左右啊 我记得没错 是2500上下吧 我已经有点忘记 我的薪水条 也不知道放到哪去 因为已经离职 很多年 我已经离职 三四年 有了啊 对啊 好 反正你高考三级 刚进去 一个月的退幅金 就是缴2500左右 嗯 那如果是用 112年之后的新智啊 高考三级 假设高考三级 一个月的薪水 是47000好了 那你47000乘以15%吗 等于是你 一个月要缴 7050块哦 啊 这样不是很怕人啊 你从原本一个月 要讲2500到一个月 要找7050块 那几乎是两倍快三倍了 所以我给大家下个结论啊 其实 112年之后的那个 退幅新智啊 嗯 新晋的公务人员 是要交更多的 是旧智的两到三倍啦 对啊 啊 至于未来如何 我不是国师啦 我不会预测什么 什么 摩羯座 明天 往东走 打到高塞 摩羯座 往西走 会遇到初恋情人 我不会预测这种事情啦 但是未来怎么走哦 反正现在新闻 一定都写得很好看哦 而且现在执政党 会跟你说 啊 这不会再二次年改了啦 但未来一直在变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 还有不变的是 烧子化 趋势 是会更难 越来越严重的 大家越 宁愿养猫 养狗 也不要生小孩 反正猫走了 狗走了 没什么差嘛 哭一哭 可是孩子死了 你这靠个戏 你甚至还想跟孩子一起走 所以我觉得 反正 烧子化是趋势啦 对啊 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建议 中心的建议 就是认真斜杠理财 不靠政府 因为你不知道 政府的基金操作的 那个收益到底怎样 对啊 我是不太相信 因为屡屡都爆出 这种政府基金操作的 那种爆出币案啊 对啊 认真理财的话 就是你自己去看啊 看你要买 买一些金融商品啊 像股票啊 台股美股 或者是虚拟货币啊 但是你也鸡蛋 不要放在同个篮子里面啊 以我来说啦 我也是在低职之后 开始学投资了 对啊 我现在有买美股 我是开海外 那个证券户头啊 啊 那个我买美股 然后还有台股 对啊 那最近也有在研究一些 虚拟货币啊 目前收益最好 其实是那个 波克夏比股 哈哈 因为 姜还是老的辣 我还是相信巴菲特的 那个操作收益啊 好 我这一集讲了有点久了 我这一集先这样 我先去生啥拍摄啊 好 拜拜 拜拜